怎么称呼你呢 我姓林 叫林童 林童 那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21 你确定你是单身哈 确定 那我是街头丘比特 我叫黑浪 我们现在要去帮你找一个男生 就是让你们快速配对 认识一下 交个朋友 然后会互动一下 交换微信 你觉得OK吗 OK啊 那你用三个词形容一下你的理想型 胡细男 胡细男 什么样是胡细男啊 就是那种情话讲得非常的好的 完了之后呢 特别聪明 很会撩 是吗 情商很高 那还有吗 外形之类的 最好是高一点吧 下起来好看 阳光一点的男性 阳光一点的型男 OK 那我大概了解 那我待会找到就给你发语音 好的 那你确认你是单身哈 多大呢 我12 怎么称呼 姓唐 姓唐 好 那我现在就叫女生过来 那现在两位已经背靠背 然后我数321 你们就转身握手 然后我会问一下你们基本信息的问题 让对方了解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 那我数321哦 先握手哈 3 2 1 那女生你可以告诉她一下怎么称呼 我现在叫女生 多大呢 21 21岁 男生是22岁对不对 怎么称呼 唐天忆 那你是已经有工作了还是还没有毕业 什么方面的工作呢 我叫男生 哇 音乐系 那女生做什么类型的工作 经纪人 经纪人 那你们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们请女生先讲好 我好像暂时有卡卡 就是开心就好是吗 比较随意 那男生呢 我就是教学啊 教学最多的 教学 就是工作也让你觉得很充实这样吗 那请问男生是什么星座 双子 多高呢 719 嗯 双子180 那女生呢 我真辛苦 1个8 哇 你们俩的身高差还蛮美好的这样 那我们是这样 刚刚已经有简单的都听到对方的基本情况了 然后我们要从眼神去认识一个人 所以第一个互动环节我们要壁动10秒钟 对啊 这壁动10秒钟 认识一个新朋友啦 从眼神接触 10 9 8 男生你有没有在看 7 6 5 4 3 2 2 1 然后你们现在有稍微接触一下嘛 所以我们交换一个微信 留一下联络方式以后可以做好朋友 男生你觉得你自己是个什么系的男生 什么系啊 对啊 现在不是有那种小奶狗小狼狗 还有福系 福系 有猫虚大 哈哈哈哈 无系是什么呀 无系就是那种 纯商纸别高 然后讲话会比较好听 对 然后讲话 很讲话 哈哈哈哈 那有加好微信吗 好 那是这样 你们也有大概的基础了解一下彼此 所以我们会 请双方给对方打出一个第一印象的分数 但是1到10分 1是最低 10是满分 1到10分 对啊 就第一印象的话 就我直接讲话 你可以小声一点 你讲明镜的前面啊 觉得比较小 真的呀 很高哎 会是你比较喜欢 可能是我这个 评分观念比较 你的观念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 还不错 还不错 嗯 会是你平时会多看两眼那种类型 你很喜欢短发 哇 中彩票了今天 那换我去问他 那1到10分你觉得你会给几分 他有跟男生有说他很喜欢短发女生 对啊 对啊 那那好 两位请回答这里 其实刚刚男生有跟女生打很高的分数 那我们突凭分数达到7分以上 我们有最后一个互动 1到10 每一个数字代表不同的互动 可以重复也可以不重复 对报数 1到10随便报一个 8 那6是要十举相扣 然后8是拥抱10秒 怎么选呢 我觉得天好冷啊 不然友谊都拥抱吧 好好好 那我还是一样的速度 你们要争取一点 啊哈哈 好好 10 9 8 6 5 4 3 2 1 1 5 5 5 4 5 5 5 4